分手对蒋来义来说 是一种伤害 他悲哀 过去因贫困 差点失学 今天因贫困又失恋 这命运咋这么苦啊 他恨父母 没有能呢 这些日子 蒋来义心里变空 变痛狂躁 甚至萌生 崩溃一时 一天到晚 他精神郁闷 脸色蜡黄 走路腿脚无力 见谁都烦 脑袋里啊 天天都在重温留恋 面怀过去 灌满碧莉梅的影子 他周而复始的 抄袭过去的日子 工作经常出错 被一次又一次的警告 2004年6月19日 蒋来义再次去找碧莉梅 说得十分可怜 小梅 我对你的感情太深了 自从你离开我 我吃不好 睡不着 天天都在想你 天天都在梦你 一闭上眼睛都是你 蒋来义死皮赖脸的 缠着碧莉梅 碧莉梅的情绪 也不得轻松 他骂他 哼 就你这感情 对我来说一千不值 你给我滚吧 蒋来义翻起老账 我省事俭用 为你花了七千多块钱 甚至连我妈过生日 我都舍不得花一分钱去孝敬她 难道你就得这样对待我吗 你要对得起良心呢 良心 当然对得起了 你说 我跟你上过那么多次床 你那七千元算啥 我的青春 我的美丽 就你那几个破钱能买了吗 告诉你吧 七万元给我买的首饰 一次就花两万多块 你行吗 你能币吗 碧莉梅打电话 招来金万元 两个人一起 把蒋来义赶跑了 蒋来义失恋了 女老板张华劝她 你这个傻小子呀 不懂女人 女人只有在爱你的时候 你才是她眼中的白马王子啊 如果她讨厌你 你还一个劲地去缠她 你就会成为她的眼中钉 肉中刺了 再说 你同那样的女人 谈情说爱 不伤钱 就伤心 何苦呢 你应该呀 调整一下心态 换种思考 理想和现实 不能差得太远呢 否则 理想不理想 现实不现实啊 同事也劝蒋来义 小蒋 对这种贪心的女人 最好离她而去 大男人的 敢爱敢恨 还应该赶散 散了 可以再找吗 找别人的爱 也是对她的一种最好的抱负 将来 还是没有吃镇静剂 她不听不信 仍然去纠缠 毕丽梅 毕丽梅和金万元在一起 她去干扰 两人上街 她在后面跟踪丁梢 不管他们怎么骂怎么打 都无济于事 金万元也拿奖来一枚办法 她问毕丽梅 你花她多少钱啊 毕丽梅瞪着眼睛撒谎说 哦 花她一万五千元 金万元拿出两万块 毕丽梅自从认识了金万元 就如同开了银行 和金万元要钱 就像金家父子公司 门前的那两头石石子 总是大张口 毕丽梅 还蒋来一钱 蒋来一不要 她说 就要毕丽梅这个人 气得毕丽梅呀 打了蒋来一个大嘴巴 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轻 蒋来一口里流着血 打吧 你打吧 打死我也爱你 她还以死来威胁 2004年7月8日 一个上山采药的农民 发现一具男尸 尸体身骨多处断裂 已经腐烂 法医鉴定 死者是蒋来意 死亡时间15天左右 尸体腹中有可乐饮料和老鼠药 警方分析 这不是第一现场 蒋来意有可能自杀 但他在山上喝了鼠药 折磨难耐 为早点结束生命 跳了山崖 还有一种可能 是他杀 蒋来意在山上被毒死后 从山上抛下来 警方找到第一现场 经过风吹雨打 现场痕迹 荡然无存 看到儿子惨不忍睹的尸体 蒋富贵简直要疯了 谁这么丧尽天良啊 杀了我儿子呀 警方立案侦查 办人 首先找到蒋来意的女老板 张华了解情况 张华说 蒋来意最后离开的时候 向我借了500块钱 说是要去 请女友B里梅吃饭 她离开这儿 就再也没回来上班 我打她手机 然后关机了 开始我还怀疑 她不想干了 借500块钱跑了 又一想 她不是这种人 莫非病了 我又派人 到她的住处去看 房东说 有好几天不见她的影子 我还想回家了 这小子 真确信呀 回家咋也不打个招呼呢 唉 没想到啊 半人 找到碧莉梅询问何事 碧莉梅一口否定 将来意请她吃饭的事 她说 他俩早就黄了 不来往了 在警方的案情分析会上 大多数人认为 碧莉梅有重大嫌疑 半人 再去找碧莉梅的时候 碧莉梅不知去向 打手机 手机听机 半人 前往哈尔滨 找到碧莉梅的父母 碧武强 和丝绣娥 碧武强和丝绣娥说 女儿前天来过 说着去广州买美容器具 走的时候 留下个新的手机号码 公共安全专家部门 通过碧莉梅的新手机号码 很快查到她的下落 她不在广州 在深圳 原来 在办案人员 找碧莉梅了解情况时 她心慌了 当天晚上 她找金万元 借她二十万元钱 谎称去广州 买美容器具 金万元 回家闹得江河横溢 第二天早晨 实在受不了的父母 才同意拿钱 金万元 要跟碧莉梅一起去 碧莉梅没同意 自己带着钱 离开方正 她先到哈尔滨 去看了父母 然后远走高飞 到深圳 在深圳的一家夜总会 碧莉梅结识一个男人 她同男人过夜时 那男人说 能帮她偷渡到香港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碧莉梅就给了那男人 五万块钱 等了几天 她没等来喜讯 却等来了方正线 追捕她的警察 宝尝流浪滋味的碧莉梅 呈现出沮丧 忏悔和可怜的神情 像断了顿的吸毒者 在事实面前 如实交代自己杀人的过程 2004年6月23日上午 碧莉梅突然打电话 找蒋来义 约她出去 蒋来义开始不信 仔细听 确实是碧莉梅的声音 她那让泪痕湿透的心灵 一下子洗出望外 有了精神 蒋来义和女老板 借了五百块钱 她特意说 准备中午请碧莉梅吃饭 女老板还莫名其妙 你们不是黄了吗 咋又好了呢 这年轻人呢 猫一天狗一天 让人琢磨不透 蒋来义 以火烧屁股的速度 赶到了约会地点 见到碧莉梅 碧莉梅的穿着 十分性感 她第一句话就说 我跟金万元 臭无奈黄了 咱们重归于好吧 蒋来义的心灵 轻易地被这伪情 所蛊惑 碧莉梅 望着万里晴空 亲切地说 这些日子 非常对不起你 惹你生气了 让你伤心了 咱们今天 去山林里 吸吸新鲜空气 散散心好吗 蒋来义好久没听到 碧莉梅如此温馨的话语 她要去买东西 碧莉梅指着胯包 不用 都已买好了 碧莉梅挽着蒋来义 走出县城 奔向一片山林 蒋来义问碧莉梅 小妹 咱到哪儿去啊 在网里 有一处风景可美了 在林音小道上 碧莉梅让蒋来义 背着她 蒋来义背着碧莉梅 越走越沉 汗流浃背 碧莉梅问她累不累 她喘着气 连说大话 不累 我这是猪八街 背媳妇 只要能把漂亮的媳妇 背回家 累死也甘心 蒋来义 实在背不动了 碧莉梅才肯下来 寂静的山林 让蒋来义都能听到 自己心脏的跳动 她感到 有点恐惧不安 好像心率也失常了 她问碧莉梅 小妹 在这地方 你不害怕吗 碧莉梅 抹着头上的汗说 有你在 我怕啥 在这样无声的环境里 多好啊 这是咱俩的天地 将来 有一个多月 没和碧莉梅亲密了 这回可有机会了 她紧紧地搂着碧莉梅 真没想到 你还爱我 爱 一直爱你到死 你没撒谎吧 我从来不撒谎 碧莉梅大奖金万元的坏话 说她没知识 没层次 是个图报的 蒋来义被碧莉梅 这拙裂的诡辩逻辑 迷惑了智商 她搂钩 轻钩 伸手往下扯 碧莉梅的衣服 碧莉梅没有反抗 顺从地自己脱下 两人倒在草地上 草丛里的蚊子被惊飞 他们在蒋来义的身上 嗡嗡地转着 盯着 蒋来义丝毫没有直觉 碧莉梅在下边 目不转睛地瞪着蒋来义 蒋来义问她 祖妹 你为啥这样看着我呀 碧莉梅咬了咬嘴唇说 我看你 像是在做垂死的挣扎 蒋来义根本没有理解 碧莉梅这话里的含义 以为是在开玩笑 她一边喘着粗气 一边说 就挣扎 就挣扎 蒋来义不知挣扎了多长时间 她站起身子 用手搓着屁股上 被蚊子钉肿的大包 碧莉梅指着眼前的一座山说 看 多美啊 咱们上去吧 这样子 这样子 就挣扎了多长时间